還在用黑視窗的土法鏈鋼開伏法嗎? 星雲這邊推薦你使用創世神魔方 對了,也許你可以考慮看一下以創世神魔方為主題 不過沒什麼關聯的Minecraft動畫 注意,這部影片不會有過多的使用細節 如果有什麼疑問可以到影片下方留言 未來可能考慮拍影片解釋 這邊為什麼要推薦各位使用創世神魔方呢? 什麼人性化的介面 各種資訊的彙整 設定檔的修改 這些一看就懂的功能 星雲這邊就先虐過 如果真的有疑問再拍片介紹 這集只簡單秀幾個核心功能 1.伺服器管理 點開伺服器資料夾 將你的伺服器放到Service資料夾下 魔方偵測到後 軟體就會幫你整合進來 讓你自由切換啦 2.不限制伺服器種類 目前魔方主要支援Forge跟Vanilla 但也可以用Speaker Paper等其他伺服器 只是每次啟動會提醒各位 要注意是不是有害的病毒 這邊提醒各位 不要去來路不明的渠道找伺服器 只要懂程式要為裝成病毒 魔方也不能保證您的安全 3.指定Java 這點非常重要 像是開Forge以前的版本 就要使用Java 8 而官方的Vanilla 則是到1.16.5之後 要用Java 16或17 在魔方 你可以將網路上找到的第三方Java 這邊推薦Julu 放到Java資料夾下 這個資料夾是位於Service旁邊 如果沒有 自己建立一個Java資料夾 然後把下載到的Java丟進去後解壓縮 這樣在我們無法用系統Java開的時候 選擇別的Java試試看 就完美解決囉 4.跨平台 如果清雲的始終粉絲 應該知道創世神權杖 在之前有人提到想跨平台 所以清雲這次煞費苦心的重寫 就是可以讓各位跨平台使用者 都能開心開服 這邊還有感謝Flutter 讓清雲可以開心地做跨平台開發 5.安裝包 最後魔方還是繼承了權杖 支援安裝包 照著流程製作一個 自己測試成功之後 就可以把這安裝包 直接分享給其他的魔方輔助 分享的人越多 無腦安裝的環境就越簡單啦 這些就是魔方最主要的五大特色 下載連結清雲會放在影片的資訊區 可以從創世神權杖的官網或是GitHub 去下載最新的版本 使用魔方上有什麼問題 歡迎到影片下方留言 如果喜歡這個軟體 記得幫清雲到GitHub這邊 按一個星星 如果軟體上有什麼bug 可以到GitHub裡面的issue提出 那這部影片就到這邊啦 如果覺得影片不錯 記得按個喜歡跟訂閱 我是清雲 我們下集再見啦 掰掰